大約2700名法輪功學員 在法輪功425上訪19週年前夕 在臺北京華區舉行大遊行 展現法輪功的美好 呼籲各國制止中國共產黨的迫害 法辦員凶姜子民 同時也聲援3億中國人良心覺醒 退出中共相關組織 天國樂團有陽樂聲的引領下 2700名法輪功學員不分老少 行進臺北市繁忙的精華路線 整齊祥和精神十足 沿線吸引許多民眾遊客關注拍照 想進一步了解法輪功是甚麼 驚訝 但很棒的聲音 對 它看起來很棒 對 我真的很喜歡 對 帶了很多關注 非常棒 我覺得非常棒 這些人開始表演非常棒 我覺得非常棒 我覺得台灣當然是一個民主國家 也很棒 他們能夠表現真正的感受 他們能夠表現像這個 19年前的4月25日 萬民法輪功學員在北京和平上訪 維護信仰權利 後來中共卻發動鎮壓 今天遊行呈現了酷刑 活摘器官等模擬情境 這類迫害在中國已持續19年 中共竟然可以迫害修真善忍的好人 用這種殘忍虐殺的方式 讓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沉痛 感觸很多啊 因為跟大陸就這麼大的不同點 很好的一個穿法 大陸竟然這樣子破壞 你想想看 有多殘忍 你竟然就把人比動物都不足 425對我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它讓我走上修煉了解生命的意義 然而也因為425上訪 法輪功學員展現的平和理性 獲得國際高度評價 台灣學員從此快速增加到幾十萬人 法輪功還宏傳到上百個國家 新唐利亞太電視 陳輝謀 張東旭 台灣台北報導